在7月2号的航运 因为未来三周转折是扣高值 所以我事先预告 7月份的航运有风险 那果然避开一整个月的下跌之后 上个礼拜7月底 我又预告8月份江江跟会员 会是最强航海王 今天航海王一片红通通 完全验证 那接下来航运怎么看 下周期的航运如何做操作 那我预告7月份喷出的电子股 今天很多都出现 大家回后市你要如何做因应 今天节目有接下来的解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绩的节目 我今天节目 就要针对今天一片红通通的航运 做精彩的解析 特别注意听 未来三周是航海王的很大的 终极反弹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今天电子股确实有很多 如果预告有没有 极其高的会拉回 可是电子也不会全面大跌 但是电子里面的各个产业的结构 结构不一样 转折结构不一样 待会认真听我的解析 好来 好 那这个是在7月2号 江老师事先讲 我不管未来讲对讲错 那我一定是按照我的专业 跟技术的判断 事先给各位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那如果行情按照我的规划来走 那一定是大赚 那万一没有 我们会适时的做修正 懂我意思吗 好来 这是7月2号 这是市场上对航运 当初啊最疯狂的时候 有没有 每个人都抢劲 可是我说有没有 我画图给各位看啊 1234567啊 第8周了 有没有 涨8周不能追 还记得吗 有没有 我说人有悲欢离合 又有殷勤缘缺啊 股有多空循环很抱歉哦 这件事情自古难全 有没有 就是说它一定会发生 那为什么7月2号 我把航运看得很保守 提醒大家 我这个会有修正的风险 因为它的转折是不是扣高 懂我意思啊 来哦你看哦 整个7月份我们独坐 只做电子股 电子股很强啊 喷出对不对 喷出大转之后 你看哦 这7月真的航运大跌 有没有 事先预告事后验证 可是什么 那你去回顾一下 我为今天是礼拜五 为何上周五 我有时间讲什么 8月份我会是最强航运王 为什么 因为随时间的经过 没有 未来转折是扣低的 懂意思吗 有哦 好那今天一片红通通 来好 直接讲结论 8月2号是这礼拜一 这礼拜一我就预告了 第一天我就预告了 8月份我会是钢铁人 跟这个航海王 有没有 所以一定是时间讲 我的节目一定是讲在前面 请你放心 那航海王的逆转色暴力图 我上周本周一就画好了 给会员看过对不对 好来哦 也就是说如果预告的 我认为下个礼拜一 是我们推这个航海王逆转色 特工队 最后一天的机会 好 待会会跟各位做详细的解析哦 那整个8月份低周过去了 下周起是8月第二周 我认为下周起周转折 航海王扣3D 你只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你就有机会把7月份的损失 通通把它绑回来 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说 8月份有航海王逆转色的机会 它的原因之所在有没有 好 那另外你看哦 我是不是如同我所说的 7月独抢电子 可是7月的独抢电子之后呢 很多涨5周了 甚至很多涨8周了 是不是 他的位阶又跟7月2号的航运 一模一样 懂我意思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避开高基期 把握低基期 你才能够把握住8月份的 基本的获利 那我们为何能够赢 还是这个老调重谈的 我们永远坚持主生的起涨 我们不追涨停不追高档 买转折即将扣低的位置 那散户常常输 因为为什么原因呢 其实没有这个太多的原因 其实只有一个 真正散户最常犯的毛病 只有一个叫做追高 所以我跟一位建议 如果你要把过去不好的 这个绩效把它改正的话 你就把这个追高的坏毛病 把它改正了 我认为你就有很多机会赢 好财富倍增 有没有坚持主生 有没有 好你看我们今年年初以来 年初到现在总共5档股票 获利超过100% 那没有一档是追来的 没有一档是等高档才追 都是低档布局 布局完之后等待他开花结果 那这就是坚持主生的操作的守折 好这是我的YouTube解盘的频道哦 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如果你的持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 那这边是LINE AD的生活圈 生活圈你可以在上面留言 我假日有空会把你的持股的问题 针对他的转折高还是低 比方说你有持股问题 你留言给张江 我会帮你用我的电脑检视一下 如果是转折扣高 我会跟你据实以告 希望能够帮助你提这个避开风险 所以假日的部分 你有持股的问题 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 在粉丝团留言给江江 那这个是盘前盘中盘后的 Telegram的这个专业的分享 好也请各位 这个欢迎各位加入了 好来对吧 那我是全国唯一 电子产业记者出身的分析师 那除此之外 那我的强项是什么 是技术分析的预告能力 就说我们研发一个技术指标 叫做控盘转折 那转折会把我们算出来 个股 类股 大盘 未来的转折是扣高还是扣低 那扣高要避开 扣低要把握 那其实就这么简单 所以请各位把握机会了 我为何在15159 跟各位讲 先攻万七再战万八 想一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是平凡人 我会员也是散户 但是我们有很强的 事先预告的能力 有没有 好 黑天鹅 15159 台湾本土疫情发生最严重 股市冲击最惨烈那一天 我说它不是黑天鹅 它叫做毛毛虫 有没有 未来会变成蝴蝶 那蝴蝶会带我们飞越万八 是不是 5月的预告 然后呢 7月完全印证 那上礼拜曾经出现过 入港股市的大跌 我跟各位再分享一次 它不是黑天鹅 它只是另外一只毛毛虫 是不是又涨了五六百点起来了 来投报来哦 这张图 待会会跟我今天解航运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今天 特别拿出来 跟各位再强化一次 投报来 股市会不可能每天涨 它会碰到跌 对不对 跌的因素有很多 好来哦 这是5月17号 15159有没有 跌三周 那未来转折是扣低 投资保 那基本上 股市会有循环 涨多会回档 跌升会这个会反弹 好 那基本上一波下跌后 你要用心很专注的 去把未来当它进入扣低的时候 那个机会把它把握住 好 这个是我认为在一年从春天到冬天 春到秋冬四季里面 你真正能够掌握到很大的获利机会 就是个股或类股或大盘在未来即将扣低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能够掌握住 它会帮你创造很多的获利 好 当初在15159 你看是不是两周后 两周后它会开始扣低 有没有 两周扣低 然后你把握住了 它就从15159 涨到18000 是不是 来哦 好 我讲这个原因是因为 要跟航运股来做呼应 好来 这是航运 航运我在7月2号 回顾一次 我为何7月2号跟各位讲 航运会有风险 它涨到五波 投这个一个概念哦 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一档股票或一个类股 涨五波之后 才去做追高 然后你还可以赚到 很大的不断获利 对吧 这是个观念的问题 就说我为什么 跟各位倡导说 你不要去追高档 永远不要去追 已经喷出过的股票 你只要坚持这个守折 第一个 你就不可能在股市里面产赔 懂我意思吗 就说航运当初7月2号 涨五波的高点 你只要撑住了 忍住了 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做追高抢劲 你就不会受这个重伤 没错吧 对不对 好来哦 你看哦 这是7月2号 没有 未来它的转折 它是扣高值 有没有 我说过 扣低才会有主身段 它扣高 它要出现主身段的机会是不可能 好 也就是说 我们看 我们跟各位说 它有很大的风险 要提防去年在7月份 建历史高点的天国议会一模一样 会出现拉回的风险 对不对 好咯 好 我们讲完之后 然后呢 7月就先杀一波 杀完一波反弹 我说什么 我说 1 跌破了 1它是跌破均线 2反弹回抽均线 你要特别留意有123法则 没有 它很可能会再中错一次 会出现破底 有没有 所以你看哦 整个7月初以来 我的预告全部通通讲在前面 好 那事先又再次提醒大家之后呢 后面真的又中错了 是不是 如同我当初画的是一模一样 1反弹 2反弹 1跌破 2反弹回抽 3中错 有没有 好了 然后在它破底后呢 我就推了什么 推了航海王的逆转胜特攻队 为什么 我说我要帮助你撑住 你不要砍在二度背离的最低点 有没有 你上周砍在最低点 到今天反弹了 今天一片红通通的 是不是 那种感觉很痛苦 懂 就是说 我为什么事先坚持 事先讲的原因 比加 好来 那我上礼拜推什么 推航海王逆转胜特攻队 你看哦 这7月30号有没有 我都跟各位预告过了 好 两周后扣低 有没有事先相似 上个礼拜预告 两周后就是下周 本周是第一周嘛 8月第一周还扣高 但是8月第二周期会扣低 扣3低 好 那这个图 那这个图请问 是不是如我刚刚说的 跟15159一模一样 15159出现后 两周后 他是不是开始变成扣低 没错吧 好 那当初这个扣低后 股价就开始涨了 好那请问 航运股是不是上礼拜讲的 一周后他开始会扣低 好是不是 他准备要扣低 再经过一周就就开始扣低了 所以我说了 8月第一周航运股是买点 对吧 没有错吧 好 那下周期他正式扣3个低值 也就是说真正航运股的终极反弹波 下周一会下周会开始 那我上周就预告了 整个航海王的逆转胜特工队 时间最后报名是下周一 有没有 好 完全按照转折来做行为 好来哦 跟各位做更详细的解析 好 你看今天的航运股 好来哦 是不是 好今天一片红通通之后 是不是确认了 下周是扣3低 有没有 左边扣3低的时候 扣低的时候是喷出 那这里当初讲扣高的时候 有没有 是预告扣高 他就先做先做拉回 所以再一次的证明 我的技术永远是有 讲在前面 是我们研发给会员的是 全国唯一具有预告能力的技术 懂吗 来好 那所以基本上看到扣3的低值呢 口诀拿出来用 做多是安全的标准盘走势 最少最少三周内周线航运股 会有一根中长虹 那最多最多会标准盘走势涨三周 也就是说从现在起看未来三周的航运 不是一根周线中长虹就是三根 只有这样的差别 懂吗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帮各位规划的 航海王逆转胜特工队的逻辑了 懂吗 这样答案就很清楚了 好 再来 好 那今天航运股的主力成本同时来哦 做进步的解析哦 好 那今天是不是白色的跟黄色的主力成本 纠结了已经闭合了有没有好闭合有没有 来回顾一次 我们当中讲什么航运第一波下跌70度角 后来变什么变45度角 现在呢是不是类似变30度了 有没有你看我一个月前讲的通关密码 70 45 30 你看今天 原本70度角往下刹 经过反弹再跌修正后变45度 现在是毕竟30度 有哦 那这有四家老师 非常坚强的技术实力 全部讲到前面 而且一个月前就先讲了 好 那基本上啊 均线呢 他今天获得闭合后 头都不来哦 下礼拜航海王的关键底夹 你认真听哦 好 画个圈圈 这边也画个圈圈 好 你看哦 当主力成本纠均线纠结后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表态脱离白色的大主力 也就是说下礼拜 假设你真的看到航海王序长 他逐步的脱离了这个白色的大主力成本 那基本上前一波这边是涨八周 这边是涨八周 这边就至少有三周的机会了 他就有机会调调哪里 调调这个位阶 同意是吗 也就是说你在高档套牢的 你至少有这个的幅度 可以减少你的损失 甚至低档有做买进的 你可以把成本降低后 很快的就反败为胜了 是不是答案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好 如同我上周的预告 目前为止完全正确 好 来 跟各位做个补充 好 来 好 这个航运股 如果未来三周转折是扣低 没有问题 那那那这样子电子 难道就会崩跌吗 也不会啊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基本上下个礼拜 他也是扣平低啊 两周他也是扣平低啊 有没有 所以电子也不是全然没有机会 也就是说 但是在电子的结构当中 我们来看哦 今天上升438的类比克跌停 好 涨多的类比克为何会跌停 答案的呼之欲出啊 有没有 你看哦 电子指数 未来他也不是扣高的 他也是扣低的 只是没有扣那么低而已 但是3438的类比克他是扣高 是不是很明显 3035的资源 是不是已经扣高两周了 你看哦 上周去买资源本周会产赔 为什么 因为上周资源是扣高 本周就中错了 有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认清楚 你手中的持股 他的转折位阶是高还是低 是扣高还是扣低 好来 3661的四星好不好 扣高三周了 为何四星会周限叠三周 是不是原因无他 答案很明显 周转折连续三个礼拜 现在形成扣高值了 有没有 那这就是真正在股市成为赢家的技巧 跟方法 好过来 这是六六四三的M31 有没有他没有扣低 好 五四八三中美金 我们赚这一波之后高档避开 为什么能够避开 连续两周扣高 下周也是扣高 好 好这是八二六一的负顶 有没有 下周起他也是扣高值 来哦 是不是 没有人在转折即将扣高值之前 去买进 还会有波段获利的 那这就是我的理念 那讲清楚之后呢 你就可以来做学习了 是不是答案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未来三周转 航运的转折是扣低 够明确的吧 好来 也就是说 学习永远是最 最赚钱的投资 你把我的技术班 重复学习N次 好 你对这个转折会很熟练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 你的持股 未来是扣高还是扣低 扣高要避开 扣低要把握 懂我意思吗 答案就这么简单 来主身段标股 有没有 大家会跟各位讲 航运哪些转折扣低 来 好 这个主身段标股的逻辑 为什么只做主 只做主身段 来 经过我刚大盘 航运电子 还有个股的解析之后呢 就很清楚了 你看第一桶 为什么能够赚两倍 好 主身段的标股 再看一次哦 是不是扣低 未来转折扣低 这张图 是不是跟今天的航运股一模一样 就是说 未来他的转折是扣低 他就有机会涨 那你绝对不是在等大涨三周后 五周后 八周后 才去做追高 懂哈 你看哦 是喷翻 未来转折扣低的普城 是喷翻了 好过来 金鸿是赚的超过200个percent 好 来伪权店买低值喷出去 好 郑德买低档赚102% 好来 强硕 这个是不是扣低值 是不是很明确扣低 那扣低可以买 可是已经喷成这样子了 掌握第一手讯息 已经喷了93% 你怎么可以这么惨的 低档不买等喷了93% 才去做追高 那你要去思考 当你去追高的时候 他未来还有多少的 获利期望值可以期待 这是你过去常常犯了 追高的错误之后 向老师各位提醒的 呼吁的不要去追 已经喷出的处在高档的股票 原因底夹 来金豪科好不好 你看哦 那请问今天的金豪科 再看一次哦 这是我们当初买进 五月底买进的金豪科 当初买这个位置的金豪科的话 你看把这个图看清楚 把这个图张大眼睛 我再停留三秒钟 123好 把这个图看清楚 跟今天的航运来做比较 好不好来 今天的航运未来的转折 跟我当初低档买金豪科的转折 请问哪里不一样 有哦 这样就很清楚对不对 你看哦 掌握这个转折 你可以赚172% 是不是 所以这个扣低转折 真的是你可以在股市当中 反败为胜的最厉害的武器 有没有 好 所以我一直都会强调了 要赚就赚主身段的原因底夹 来 我们做的光洁啊 伸泉啊 有没有 幼华全部扣低就喷出 当初的圣群也是喷出 金星科是不是也是喷出 好来哦 我们各位重复一下 你看哦 幼华伸泉的金星科是变成扣高了 6202的圣群是变扣高了 3122的伸泉是变扣高了 8024的幼华是都变扣高了 有没有 比如说当初扣低 你很好赚的时候拼命赚 可是当他变成扣高的时候 你就要尽全力避开 做资金的转换 答案就很清楚了 一再跟各位重复 这样子的操作的理念 好来哦 敦泰也是啊 为什么选择涨停板出清 原因是未来会有机会扣高 有哦 安国也是哦 来好 另外各位再重复一次哦 航运股7月2号是扣高值 可是只有本周看未来 这是本周一的土 这是昨天的土 昨天看未来它是扣低值 好来那哪些股票未来讲的是扣低呢 好了我们来看今天 为何他最强 这是会员持股 为何四维行今天最强 是不是提早了 航运是下礼拜才扣低 5608今天先扣低了 先喷涨停 有没有 先扣低先喷 这是5609上跪的比较强 他也是连续两周 站上转折的中飞行 刚刚是四维行这是中飞行 那哪些是下周才会扣低呢 2603的长龙下周期扣低 2609阳明扣低 2615的万海下周也扣低 然后呢 2637的惠阳本周也开始扣低了 是不是 好过来 还有2605的星星下周期也是扣低 那其实不只是航运哦 给各位偷看一个讯号 来 钢铁未来三周转折 他也是扣低的 所以呢 所以我认为还是那句老话 上周预告的 整个8月份 我认为在7月份电子独抢 抢大转之后 8月份有三个族群 仍然扣低的高成长的电子股 这是第一个 另外呢航运 第二个 第二个是航运 第三呢是钢铁 当然就讲很清楚了 不是今天才讲 上周7月底就预告了 就是我们的坚强的实力 好 所以请各位 持续的把握机会了哦 未来三周 我认为是你7月份 在航运有输钱的投资朋友 很好的逆转胜的大机会 好 请各位持续的把握哦 那我也预告过了 下礼拜一 就是我们这个航海王 逆转胜特工队 最后一天的报名 你还有两天的机会哦 所以请各位积极把握了哦 好 透过LINE AT留言168 跟江老师做线上一对一的互动 或者是 0800668085的免付费专线 就可以把握这个 航海王逆转胜特工队 积极处理 逆转胜 就会有你 请各位把握机会了 祝各位周末愉快 也祝大家未来平安 顺心 祝大家钱 拜拜 不知风险